請部長 請江部長 王委員好 部長長 其實您今天要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幾個條文 我原則上都支持 感謝委員 那我今天其實來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今天看了這個報紙 我其實我覺得我非常非常的難過 我不知道部長看了這樣子的新聞之後 有什麼感想 我記得應該是在上個禮拜 或上下個禮拜 同樣的時間我在這裡 也一而再再二三的跟部長說 說因為我們整個的制度 就是我們整個通報系統的制度 讓我們的孩子 我們明明可以做的事情 結果我們沒有做 例如今天這個新聞 很清楚的 小孩子已經告訴學校 然後他也寫了遺書 然後跟他的同學跟老師說 媽媽已經買了 媽媽已經買了 這個炭火 準備要自殺 結果居然依舊發生這樣子不幸的事情 而這個不幸的事情 既然會在十天以後 我們才發現 十幾天不只十天 大概半個月的時間 我想請問部長 我們整個的系統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 讓這樣子不幸的事情能夠一而再再而三的再發生 我能不能請部長告訴我們 我們到底用什麼樣的方式能夠杜絕 例如像上個禮拜 既然也有自己的舊媽 把孩子就那個腳就像在考那個什麼 那個這個鐵板燒一樣的考 所以我想請教部長 您認為這樣的事情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補救 或者是 我們面臨這麼大的一種 可以去處理的事情 而沒有處理 您認為在這幾個關卡當中 我們應該怎麼處分 是 向委員報告 首先對於今天媒體暴走的 這個曹信女童 不幸跟他媽媽一起 不管是自怨或被迫自殺的事情 我感到非常的痛心 第二 這件事情是暴露出 我們現有的通報 以及因應的體系 是有問題的 是有問題 這裡面的問題 如同這個案件所顯示出來 包括 雖然已經知道 這是一個高風險的家庭 但是並沒有採取更積極的作為 以及第二 它雖然涉及到南投跟台中兩個縣市 所以在案例的轉接協調上面 也許會有一些摩擦的地方 但是呢 並沒有做好這個摩擦 第三 它中間隔著一個 這個 清明節 那是不是因為清明節放假的原因 使得 在從事這件事情的社工人員跟警察人員 還有學校老師 因此就沒有積極的 去處理 這些都是我們要檢討的 所以這個禮拜我已經折成我們兒童局 召開一個會議 針對不管是兒孽家暴 或者是自殺防治的這種風險的通報 以及因應 要有一個全盤的 一個徹底的檢討 我們不希望再有類似的事情 不斷的這樣發生 我想部長可能我們 並不是我們在這邊講說 我們要兒童局去做一個通報 或者再做一個檢討 我覺得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以這個案例來講 其實孩子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他媽媽是帶著他去買木炭 而且買了一大堆木炭 他非常的害怕 其實這個當中的 他的已經給老師給學校 一個相當大的一個警覺 如果說南投跟台中是那麼的遙遠 拜託部長 我們去開車看看好嗎 我們開車看看 從南投他的他的學校到太平 到底開車要多少時間 應該不會超過半個小時 應該不會超過半個小時 而且你看這個孩子寫的這三封遺書 我想每一個我覺得作為父母的 只要看到這三張遺書 或者作為老師的 或者作為我們社工的任何一位 看到這樣子的遺書 我覺得都不僅止於是心痛而已 所以我積極的要求部長 針對這些 其實這已經不是個案 你看看我們這幾天 一兩個禮拜連續下來 我想部長你在你的這個位置上 其實本席也知道 你自己的期許也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如果每天我們都發生這種事情 平均一個禮拜 大概有兩三個案子 是讓社會大眾都覺得非常心痛的 我覺得我們站在這裡 我們自己會覺得很汗顏 我們有機會救他 而我們沒有救 你看幾個關卡 而且居然是經過了兩個禮拜半個月的時間 才發現 部長 我覺得不僅止於是追究 整個的通報系統 應該該處分的 該處罰的 如果不做這樣子的一個處罰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做這個防範的工作 我能不能要求部長 在這個部分上 您準備怎麼處理 向委員報告 在處分的部分 我們首先要先等 這個個案的檢查報告出來 屬於內政部 特別是像警政署方面 如果說有疏失該處罰的部分 我們馬上處理 屬於縣市社會處部分 我們希望該縣市的首長來負起這個責任 我希望很快的把這樣子的一個處分 很清楚的告訴社會大眾 如果說我們不能做到這一點 我相信不到兩個禮拜 保證還會有這類似的事情會再發生 我們希望部長能夠做到 那第二件事也是這兩天 大家都非常關心的一件事 也就是說整個預售屋 陽台跟遮椅盆 要下個月要分開計價 我想在整個我們經濟市場來講 其實很多的東西是 他們自己在自由競爭 但是你認為你用這個方式來做的話 或者是你在這個案子上面 你已經給他們協調了幾次 或者您認為還有什麼其他的方式 能夠做得更好 向委員報告 在這個案子上 從我們去年定案之後 其實就跟相關的公會 都有過溝通協調 一直到昨天 我們因為見了這個報紙 再次的請營建署跟地震師 打電話給幾個比較大的這一個公會 你們在溝通協調的過程當中 你們在溝通協調的過程當中 你們認為他們接受度 或者是他們緩談度有多大 向委員報告 對這個新制度就是分開計價 我們所了解 許多業者認為 這個事情本身 並無助於改變房價的高低 但是他們也都認為 這個制度是符合消費者的利益 以及尊重消費者的權益 所以也都願意配合 所以我們其實在很多場合都不斷的講 就短期來講 這個制度並不是 這個制度不像我們的這個財稅的 或者是說金融方面的手段 是要來對房市做直接的干預 但是這個制度本身是我們 資訊公開透明裡面的一環 長遠來看 它對於房價的合理化是會有幫助的 長遠來看會有幫助 而且本席現在想請問一件事 像信義房屋他昨天就講 他說如果這個部分要分開計價的話 那他們很簡單的 他整個的行銷成本 就是會轉介到整個的主建築物 所以可能又會造成 另外新建案的單價的飆升 所以我想在這兩個當中 您準備 您認為您對整個的房價 真的能夠把它降下來嗎 有可能嗎 我再次向委員報告 你的目標大概是多久時間 我再次向委員報告 這個預售屋的這個買賣登記呢 它基本上並不是要打壓房價的 它是要促進資訊公開透明 我們跟包括張金樂教授 在內的學者也都討論過 在內政部所有的工具裡面 有一些是屬於促進資訊公開透明 他也非常支持我們去做 這種資訊的公開透明 會造成一個更健全的市場 長期來講 他會促使這個建商 甚至於代銷業者 去降低他們不應該哄台的部分 但短期來講 不可能說因為我們要他登記這個 然後房價就會應聲而降 這個是不可能 我們也不做這個期待 你是不是 您能不能預測 如果我們用這個法則 例如您說 每一個個案罰20萬 好 那每一個個案罰20萬 他們會不會把這個單價 就轉嫁到 他整個的主建子物上 您預估了這個東西了嗎 委員如果關心的是說 他現在因為要分開計價 所以會把一些價格 移到主建物的 對我們當然有預估過 有預估過 但是這個就是 所以顯然他那個房價還是會有問題 資訊的公開透明有一個好處就是 當假建商這樣做的時候 如果以建商並沒有這樣做 民眾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要買假建商還是以建商的房子 好那我再請教部長一件事 他會支持我們這一個新的制度的 確實是這樣嗎 確實是這樣 我想您把那個紀錄也給本席 好的 那現在本席認為 例如虛擬房屋他很清楚的就講 他說那可能就轉到主建子物的 預算的整個的建物的單價上面去 那現在行政院說 那我們來建那個平價宅 那你們準備平價宅 你們不擔心被標籤化嗎 你們準備用哪些東西來做平價住宅 向委員報告 目前比較成熟的就是 所謂機場捷運A7站附近的平價住宅 那麼目前規劃是有4000戶 如果不算那個產業園區的 那個職工宿舍的部分 那這4000戶呢 大體上主要是瘦的 但是可能也會考慮有租的部分 還在研究之中 這一些平價住宅 每一坪當時定價在從15到17多萬之間 那雖然有人批評說 現在附近就已經有那樣的房價 可是我們是要看將來捷運通車之後 如果不是有這一批平價住宅的話 附近可能都是高達20幾萬一坪的 所以相對來講 這一邊絕對還是可以稱得上是平價住宅 那我們對這個地段 對這個區段的分析是 因為它有這個產業 也有醫院等等這一些 還有更重要的是它有這個機場的捷運站 所以它的這個競爭的權力應該是蠻高的 其實部長本席很希望啊 你把全國各地的整個的房價 地價全部再去一個做一個通盤的了解 本席具體的跟您建議 您認為說你在林口那邊可能是一個平價宅 你到高雄去看看 我們高雄高鐵下去的地方 現在6萬到10萬就買得到 6萬到10萬就買得到 所以我們能不能夠就整個的 房地產房價做全國各都市的一個 因為我們包括捷運系統包括很多的系統 我們都很方便 那如果說你把那個地位定說是一個平價住宅 會不會又被貼了一個標籤 說那個地區未來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 那個貧民窟等等之類的 所以我想我們整個的房屋政策 可能不能夠用這個方式來做一個 也可以說是在短期之內 甚至於都意期不到有結果 所以我們能不能夠再做其他的一個思考 例如我再舉一個例子講 像高雄的我們的橋頭的新市政 也是內政部去開發的 我建議部長 你下個禮拜找個時間去看看 你看看那個 我們橋頭的新市政 現在長什麼樣子 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已經開發的東西 然後讓它能夠真正的實質 落實 讓整個人口政策能夠更平均 我覺得我們才會有機會把這個東西做好 這是本席的意見 我們完全贊成委員的高見 其實大的全國的這個房價跟土地的政策 是必須整個來看 如果能夠把中南部發展起來 覺得不可能是說台北你弄個平價屋 那百分之百是不可能的 你的平價屋比我高雄 完全有這樣的觀念 比我們高雄的豪宅還要貴 怎麼稱得上是平價屋呢 那是就大台北地區來講 那我想這對我們全國人民來講 這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們當務之急其實要把南部帶起來 我們南部啊 十五六萬就是買豪宅了 所以我希望部長能夠做整個通盤的檢查 我們有這個數據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